在一方面,新冠疫苗陆续续有机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中左右陆续上市 所以现在另外一些新的问题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疫苗,到底全世界有多少人接种才能够产生到任何的效用呢? 我们知道新冠疫苗比起普通的冷性感冒的传染力和死亡率都是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当冷性感冒这样的处理了,要比较上是严重一点了 有人计算了,要做到全球性的免疫,最少就要为36亿人注射这个疫苗 那么大约是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四成左右 但如果真真正正要阻止到这个新冠疫情在全世界传播的话 其实四成是一个最低数目的,可能要去到七成 如果七成的话,将近50亿人要受到有这个免疫能力和力量阻挡它的传播 50亿人数量非常大,要面对很多问题 第一,人们肯不肯打? 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像美国那样,他们反科学反智 所以他们完全不信任疫苗,不肯打 这班人不肯打,就形成了传播的载体,所以效果会有限 当然,如果这群人只限制在美国里面的话 我们其他国家可以不准美国人去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可以真的这样呢,就不行 而可以说,你要来的人一定要打疫苗 不是,我不让你来,这个可能可以做得到 那么就将病毒走在美国方面,或者走在一堆人群里面 那么,其他世界可以安全,这是一个办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产生这么大量的疫苗 那么,换句话说,疫苗生产的公司 可能要将现在生产疫苗的设备,有一部分拿出来 这会影响到其他病毒的供应 或者扩大产能,但是扩大产能之后 扩大了之后,以后这个疫苗接种完毕了 那么,这个产能怎么用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算这个可以解决到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就是,装这疫苗的玻璃瓶仔 那里现在说的可能是36亿至50亿个玻璃瓶仔 那怎么可以生产到这么大量的玻璃瓶仔 也是一个非常之严峻的问题 所以,就算现在疫苗走出来之后 在未来,还有一段路要走 另外,还有一个更加大的问题就是 有钱国家,就算好似中国发展中国家 政府买单,帮中国人全部打疫苗 那些穷国家怎么办呢 他们可能真的对他们来说 你不如给我良食,我好过给疫苗 因为他们和其他人更加紧张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阻止不了这个疫情 除非是全世界的人一起合作 我们是为这种货国家都供应不来 他们可以承受的疫苗的价格 来供应给他们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生计才可以有办法造成 所以,新冠疫苗出来之后 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希望世界可以互相合作 人类互相之间应该是一个大家庭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所以,希望这些国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想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现在目前所面对的问题 在产能和那些方面我反而不是很担心 因为只要中国肯做 这个应该可以解决到 但是,一个人为因素 譬如他们不愿意接种疫苗 或者因为贫穷负担 这个反而是更加大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亦都是需要 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合作配合的